我們來到52toys的單位 很多路人都想趕我們離開 因為他們想跟這個玩偶自拍 事不宜遲,我們非常有幸請到52toys的主理人 軟體動物 軟體動物大師 大家好,我是玩過一次的產品總監 我姓汪,但是大家比較熟悉我的名字叫軟體動物 接下來我們去看一看我們這邊有什麼樣的產品 好好好,非常期待跟我們介紹一下 我看見你們解禮其實也挺多不同類型的作品 對,因為我們嘗試了一些設計師的產品 比如說有像Softbeat的產品 還有一些現在在國內市場上反饋比較好的盲盒的產品 我們盲盒的系列叫Candybox 因為我們現在公司的三大系列都是叫box 這個Candybox是一個糖果盒子的意思 因為大家喜歡這種糖果的喜悅感 而且還有這種打開盒子的不確定性這種驚喜感 所以我們這個系列叫Candybox 明白,因為我看見Candy有非常多不同的牌子 一起合作這個叫Candybox系列 對,然後Candybox系列 其實Candy是collectible art and designer toys 這麼一個縮寫 所以我們也是集合了很多不同的設計師 就是一起來開發這樣的產品 對,明白明白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Candy的作品 對,這邊有一些是我們自己原創的 也有是拿了蠟筆小新的授權 然後做的這個產品 然後這是我們原創的 這是國內一個比較有名的一個IP形象叫羅小黑 這邊是我們在廣州有一個設計師的團隊 也叫人造人二十二 他們做的一系列的這種有點可愛的 然後也有這個像宇航員的招財貓 這種有點科幻的這種感覺的產品 後面是一個西游記 我看見這個非常有趣 這個可以介紹一下嗎 有點像這個兵馬熊 對,因為我們整個設計團隊 對中國的這種歷史的文化都非常喜愛 但是感覺到現在在流行社會裡頭 很多人很少去關注這些傳統的東西 那我們希望把這些傳統的東西 用一種現代的形式給它表達出來 讓大家更加注意到它們 那麼這個兵馬熊實際上是古代的這些兵友 我們就是把它和現代的軍事相結合起來 因為以前有一部電影叫《古今大戰情勇情》嘛 它就是兵馬熊穿越到現在 在現代生活裡的 然後我們就把它都拿上了現代化的武器 我看見有從機槍啊,鞠鞠手啊 這些非常有趣的一個系列 再過去我看見也有就是 是不是 這個我好像有看見過了 這個是我們和香港的著名設計師馬熊先生合作的 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是非常的熱愛 所以他為我們設計了這套 他叫《師傅》 《龍虎武師》這個系列 還有這個我認得 這個是叉主席的非常著名的作品 對叉主席的麒麟童子 我們也是給他縮小了以後 做成這個盲盒的形式 對 剛剛我聽你說你有三大系列嘛 全都是以BOX這個信號為主嘛 所以可以跟我們介紹還有其他的BOX嗎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原創的變形玩具系列 然後首先呢看這邊是 我們和各種知名的題材合作的 叫《MegaBOX》這個系列 其實他延續了我們之前的這個 《Beatsbox》這個 變形成五厘米的這個立方體的這個 整體的產品的理念 那麼但是呢我們所用的這些元素 角色呢都是大家所熟知的 比如說《異形》還有《鐵血戰士》 還有現在國內比較熱門的遊戲《王者榮耀》 以及那邊有日本著名的這個《三一萬能侠》 這個你們也是很熟悉的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很多觀眾的這個回憶來的 這些也是他 有些是他們同年回憶 我看見你們這個 這個BOX的這個變形系統也非常巧妙了 對對對尤其是這個異形還有這個異形母后 難度設計難度都是非常大 零件數也比較多 像這個異形母后一共有110個零件組成 這麼一個小小的盒子 對 對其實很難想像這個盒子只有5厘米高 但是它展開以後它有十幾厘米高非常大 這個難度也非常大 看來你們的卸機團隊也真的非常用心 對對對 我們的設計團隊也是國內知名的這個機械機甲設計師 然後他們那邊也有很多很經驗很豐富的這個工業設計師 對 然後就看見 哇這個厲害 這個三一彎人彎 這個角色在香港是非常的受歡迎的 對對對 然後你們是跟這個日本那邊的版權相對 對對沒錯 我們是和永景豪的那個Dynamic那個事務所合作申請的這個版權 我看見還有這個很多5系 對它其實我們這個變形比較有趣的一點就是 它的斧子和這個機槍都可以拆分 然後收納在這個和這個盒子是一體的 和整個是一個立方體裡頭的 所以基本上這是一個盒子裡面 就有零件還有這個主體 對對對對 然後包括其實我們這一款蓋塔1號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耳朵的是彈簧可以彈出來的 這個可以看見 腦袋後頭有一個小的一個小玻鈕 一撥它的耳朵就彈出來了 我看見也覺得這個非常厲害 像我覺得我們香港很多觀眾也非常喜歡這一種 沒有我看見就是它還有這個斗篷 對對對 斗篷其實它也是參與變形的 可以看到這個盒子的有一部分能看到 隱約看到這個斗篷的這個造型 所以現在就是有兩款嗎 一款就是有這個斗篷一款就是圓滿 左邊應該這次我們展出的只是灰板 其實上色以後左邊是 就是蓋塔1號311萬能俠1號 右邊是它在這個OVA劇場版裡頭出現的一個黑蓋塔 造型有一些差別 我因為這個作品我自己看見也非常喜歡 但是我想知道如果這個大概何時會有這個大貨出來給我們 大概會在11月份左右 11月份已經差不多了 對對對 其實我們現在模具已經基本上完成了 只不過現在上色還沒有完成 但很快就會做好了 明白來這個大概定價是多少可以透露一下 大概應該和我們整個這個Megabox系列的價格是持平的 大概是在150到160左右 人們比150到160 然後這個價格我覺得其實還是挺親民的 那麼這邊就是我們這個BOX系列的最開始 是BizBOX的展位了 這次我們也是除了一些已經上市的產品以外 我們還有推出了幾個新的產品的展示 包括這隻鸚鵡也是一個 我們邀請了一個日本的設計師幫我們做的一個設計 它和我們其他的產品的風格稍微有一些的不一樣 然後那麼在把玩的這個變形體驗的時候 會給老玩家一種全新的一種感覺 因為我當初最錯熟悉你們BOX系列的就是這個星星 我覺得這個星星做得非常好 這個星星就是你們何時開始了 應該說從15年的時候我們做的這個第一款產品之後 因為我們這個黃色的是原色版 受到了玩家的喜愛 我們就立刻說把它進行一個系列化 那在15年的下半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星星猛馬相和三角龍的概念圖 就已經都出來了 但是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做變形產品 經驗還在學習中 所以速度比較慢 這個星星直到去年的時候 去年春季的時候才正式上市 其實剛剛這樣子去看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當初的變形系統是比較簡單的 慢慢慢慢你們一步一步來 就變相越來越複雜 然後再還有哪一種就是異形 還有三億萬人小 這些這些越來越厲害你們的團隊 對 其實我們也是經驗在不停的增長 以及我們也在摸索 玩家到底喜歡什麼樣的變形 因為簡單變形雖然簡單 但是它也有它簡單的樂趣 容易把玩 複雜的雖然很挑戰那個思維 但是它有可能會 玩一次以後會變得很累 它可能不願意經常去把玩 所以這個變形簡單還是複雜 它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優劣 要去根據玩家的喜好去掌握這個平衡點 明白明白 所以你們的團隊也需要 就是拿鏈中間的那一個 複雜跟這個簡單之間的找一個平衡點 明白明白 這次武士EarthEyes的那個 三代BOX的系列 已經介紹完了 非常謝謝你 我非常感謝你 我非常感謝 好跟我們的觀眾說 再見吧 非常感謝玩具TV的觀眾 對我們BOXC的喜歡喜愛 然後期待下一次再見 拜拜 拜拜